欢迎来想到政治,我是齐耀 民政党的主席刘华财在今天的一个发布会 就公开的批评这个团结政府 讲说他们在过去的九个月以来 是搞到这个通货膨胀,不受控制 白米的价格一直往上涨 然后人民水深火热 然后他也续讲说 再加上这个扎西的DNA case 看得出这个政府对于这个打探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觉醒 接下来还是重点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怎么讲 但你请看一下新闻 就是他讲他在国会就遇到了 他觉得见义勇为的赛莎迪 他就问赛莎迪说 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国盟 或者至少成为这个国盟非正式的伙伴 一起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打贪,打击贪污 过后赛莎迪是回应他一个微笑 这样微笑 刘华才就讲 OK 赛莎迪其实是给予了我正面的这个回应 还有这个兴趣加入 或者是他不排斥什么 OK 我这边先想吐槽一下 就是一个微笑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 OK 他可以是一个尴尬的微笑 OK 他可以是一个正面的微笑 他可以是个礼貌的微笑 OK 他也可以是一个敷衍的微笑 就是说你随便去路上跟一个女的 OK你跟他告白 然后他就走掉了 就是很敷衍或者是他可能把你当成 神经病这样子一个微笑这样走过 所以我意思是讲说微笑不代表正面 OK 这应该不是报章特地诠释他 这是他自己讲是正面的这个回应了 OK 所以在这里只是稍微吐槽一下了 但是我这里先想讲 其实整个Muda OK 很多人其实会揣测说他们会加入这个国盟 毕竟现在已经撤出了对这个团结政府的这个支持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会不会加入这个国盟里面 包括六华才今天的邀请 或者是之前赛莎迪被拍到在国会外面的 跟一大堆的这个反对党的这些议员坐在一起 然后呢 非常开心 所以就很多人去开始讲他 可能会加入国盟 那今天我们就大概来分析一下 其实从民政党的角度 还有从Muda的角度 两者触犯呢 到底Muda加入国盟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 OK 首先我们就要看说呢 现在的这个民政党在整个国盟里面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那其实民政党想要做的就是成为这个滑舍的一把身影 至少是在国盟的一把身影 所以你会看到呢 伊斯兰党当他讲出一些比较极端的 比较对于非穆斯林不友好的话呢 民政党会给予回应 OK 比方圣讯的那个事情 演唱会的事情 他们也会站出来去反对什么的 当然有时候会模拟两可 懂吗 就是说他可能也拍 他得罪到这个伊斯兰党 但是至少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Muda OK 你以他之前的这个trap record 他们至少他也是想要做一个开明派的一个政党来的 不然就不会之前是跟这个西蒙走在一起 所以其实把Muda拉进了整个国盟里面 对民政党没有什么太大好处 第一点竞争者变多了 这次六周周全的时候呢 民政党至少还可以上阵相当多的这个这个州议席 但是Muda来 那想要怎样 Muda是不是要分到更多 而分到更多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土团或伊斯兰党会做出更多的退让 所以能会分掉的就是分掉民政党的这个议席 而且不只分掉议席 在一些话语上 他的这个形象也会被Muda所拿走 OK 所以很单纯的来看呢 我不觉得民政党会希望Muda加入整个国盟里面 OK 但是如果Muda加入国盟呢 那他将会失去了他原有的这个道德高度 为什么 Muda他本身本来就是这个塞萨迪拉 就是获得这个西盟的这个助选 然后迎向了麻婆这个地方 OK 那当然他这次撤出对于这个团结政府的这个支持 就是原因他讲说是原则 OK 因为原则他撤出来 所以呢 他将不会靠国盟也不会靠西盟 将会第三方的势力去监督这个政府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Muda 不管是直接加入成为这个国盟的伙伴 或者可能是像马哈迪这样子 成为他的非正式的这个伙伴 OK 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背叛了整个这个西盟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真正的背叛了 本来支持西盟的这一些支持者 因为国盟跟西盟代表的本来就是 反义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个概念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过去可能跟他越亲近的时候呢 他就会渐渐的失去他原有的这个道德高度 而且呢 Muda在之前一直标榜自己啊 其实就是跟这个西盟圈同样的一批支持者 你也不能发现在上次这个六周周全的时候呢 Muda上振了很多区域 是去上振西盟的一些高胜算选区 OK 因为他本来他他讲的意思是说 要去提醒这个团结政府要去点醒他们 但是其实也不能发现他们觉得他们只有在这些选区 才能够比较能引下更多的这个议席嘛 但是如果他加入到国盟里面 那势必本来可能还同情Muda的一些选票会完全流逝 OK 因为他们不愿意支持国盟 而你想想看 在国盟里面的支持者 如果给他们选 有图团 有这个伊斯兰党 那为什么他们会希望要有Muda OK Muda在整个这个国盟里面呢 可能就会沦落到变成是 可能是像民政党这样 就他们还是一样的需要去争取 要什么上振什么样的这个议席什么 他们一样本来团结政府的时候 他们要去要求这个团队政府 那去到国盟这边 状况不会变得更好 反而还有民政党会需要跟他竞争 而赛萨迪之前讲说的这个什么改革 然后他之前讲说 要跟diversity 说多元的根治 其实也会换为这个泡影 人家就觉得其他讲东西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他跟国盟站在一起 况且OK 这个刘华才讲说呢 其实他们是因为要打贪而站在一起 但是OK我们也知道说国盟里面的领袖 包括这个慕佑丁啊 他本身也是有这个很多的贪污的案件 仍然是缠在身上的 OK 所以其实你要讲贪污 虽然扎西的事情很可恶 但是其实国盟这边也没有到很好看 包括赛萨迪本身也是有案件在这个产生的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口号而聚在一起 本身的幸福力也没有到很大 所以如果你让我来看呢 更多的那个感觉像是 其实这个慕达跟国盟是因为扎西线DNA 刚好感觉是同在一起 但是如果慕达到最后真的是选择了加进国盟 那他们将会推入这个万劫不复的这个深远啊 至少所有在以前支持慕达的这些选票 不管是华人男人只要是开明派的话 都会唾弃这个慕达 那我真的是觉得那个时候 不要讲现在了 在那个时候这样做就注定是会选择灭亡的 OK 现在看起来状况也不怎么乐观了 但是那时候一定是会步入这个灭亡 那近期讨论了那么多慕达的可以塞萨迪的案件 其实我本身也萌生了一个想法 也就是我其实有拿到了联络塞萨迪助理的这个联络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我直面的 直接把大家对于慕达跟塞萨迪的种种疑问 种种质疑 种种挑战 当面的问这个塞萨迪 我们与其一直等他在公开的这个讲一大堆东西 但是我们无从也对我们可能有很多话想要问他 那不如我们直接公开的来问他 看看塞萨迪当时候是怎么回应这些事情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访谈 这样子的一个拷问 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让我知道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安排安排 OK 那这期闲聊正式大概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喜欢的话订阅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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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